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堆金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人生真是糟透了,无聊至极,我根本无事可做,也束手无策。 这是很多人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真实感受。 还有很多人会无奈调侃说,青春才几年,疫情占三年。 但如果你现在还拿疫情的影响给自己的缺口找借口的话,那可就不应该了。 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人生,重塑自身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的人生如此枯燥无趣的原因。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们的节目,记得要点赞订阅。 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 第一,你总是在和别人比较,患得患失。 我们偶尔都会掉进这样的陷阱,实际上越早意识到自己钻进了死胡同, 就能越早摆脱这种恐惧和焦虑。 首先,人无完人,没有人的生活是完美无缺的。 不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如何光鲜亮丽,也免不了真实人生的一地鸡毛。 确实,你高中同班的女生在Instagram上光彩照人。 但实际上,那是她凌晨时分就起床,拿捏各种角度和打光, 从一百张照片中挑出的最完美的一张。 你也会这么做吗? 确实,办公室里天天跟你差不多同时间进公司的人升职加薪了, 但是这是她通宵达旦工作,头都熬秃才实现的。 你有做那么多牺牲吗? 你不能单纯地认为这些人就只是走狗屎运了而已。 快醒醒吧,运气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他们永远都对所有新的可能性保持着一个开放的心态。 如果你的心态是,我实在是太不走运了, 从来就没遇见过什么好事,那你也就只能那样了。 然而,如果你能够真心为别人的成功开心, 能够发觉你也在以自己的节奏走在自己的旅程上, 那么你的运气也会随之扭转,你的福气在后头呢,朋友。 第二,你懒得梳洗打扮。 如果每天早上起床后,你都需要闻闻自己的搁置窝, 然后才决定是否更换身上穿的旧T恤, 这意味着你真的需要重新振作起来。 我们理解,在家中穿着运动裤、瑜伽裤、睡衣、 连帽衫和宽松T恤是许多人的常态。 某种程度上,疫情在家工作期间, 我们的着装和生活习惯已经发生了改变。 但是,生活总是在前进, 我们也需要重新调整,恢复日常的节奏。 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如果你每天继续过着无精打采的生活, 你的人生无疑会变得单调乏味。 是时候重新找回你久未使用过的化妆品, 检查一下你的T恤刀是否还够锋利。 然后,好好打扮一番, 对自己好一点, 学会爱上镜子里的那个人。 第三,开始说事。 山达·瑞姆斯在他的书《试着说事》中, 分享了他如何接受身边人的建议, 决定离开自己的舒适区, 开始对各种机会说事的故事。 这本书讲述了他通过自信、真实做自己, 以及积极参加社交活动等行动, 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作为著名电视剧实习医生格蕾、 丑闻和逍遥法外的制作人, 山达·瑞姆斯亲身经历了一年的不断尝试和改变, 这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如果你对转变自己的生活感兴趣, 这本书值得一读, 简单地开始对那些邀请、 建议和社交活动说事, 你可能会惊喜地发现, 你的生活颜色丰富起来, 变得更加精彩。 第四,期待变化却不自我改变。 卢米曾说, 昨天的我想改变世界, 今天的我着手改变自己, 期望周遭的一切改变, 而自己却不采取行动, 这样的等待可能会很漫长。 如果你感到生活乏味, 渴望参加聚会, 却在等待别人来发起, 那么这样的聚会可能永远不会实现。 你何不自己来组织一次呢? 同样, 如果你因为家庭聚会中某位亲戚的不当言论, 而远离了家人, 决定在对方认错之前不再回家过节, 那么你所期待的和解可能永远不会来临。 即使你不愿意直面冲突, 有时也需要勇敢一些, 与那个可能并未意识到自己过错的人进行对话, 这样或许能在节日前重新找回家庭的温暖。 第五, 你觉得自己太胖或太丑, 所以不想出门。 你对自己是有点放纵了, 每天从早吃到晚, 嘴都不闲着, 天天窝在沙发上看Netflix, 直到万不得已, 才会站起身来上厕所, 洗漱, 这就是你的生活。 现在你长了一身的坠肉, 因为塞了太多的垃圾食品, 皮肤状态惨不忍睹, 大腿上的橘皮坑坑洼洼, 别叽叽歪歪自怨自意了, 你需要的是抬起屁股, 动起来。 我们不是让天天坐在电脑前面的你, 偶尔起来活动一下下, 而是要走出门去, 呼吸新鲜空气, 轻松愉悦地散一会儿步, 让你的心跳快起来, 脸颊红润起来, 很快你的心情就会好很多, 外表也自然会发生改变, 这样你的自我感觉也会更好, 更容易说事。 第六, 你把钱都浪费在乱七八糟的东西上了。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个月还剩那么多天, 你就没什么钱了呢? 可能是因为, 你把自己的钱都浪费在 毫无用处的一些垃圾上了。 所以当朋友邀请你出去的时候, 你口袋空空, 根本就去不了, 你需要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好好记录你的花销, 严格控制自己的行为, 把你这个月直到月底花的每一分钱都写下来, 这样你就能清楚地知道, 你可以在哪个方面能省下一些钱, 还能用这部分钱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提过, 如果你把钱花在那些没办法给你在未来留下回忆, 带来快乐的事情上, 那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 我们这里说的不是交税或者付账单这样必须的费用, 而是你根本就不饿的时候还要外带的汉堡, 这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你只是百无聊赖, 看见了就决定吃一个而已, 把钱花在这上面就很不值得, 不如把它存下来, 花在你能够铭记的事情上。 第七, 打破日常的循环 你的日常生活是否像洗发水使用说明一样重复, 搓洗, 冲洗, 再重复, 这种单调如何不会让人感到无趣呢? 是时候为自己带来些许变化了, 尝试一种新口味的咖啡, 走一条不同的路径回家, 给一位久违的朋友打个电话, 或者改变一下运动习惯, 比如不在家里锻炼, 而是出门到咖啡馆享受一杯咖啡, 科学研究显示, 改变日常生活方式能带来诸多益处, 它能让你更有活力, 提高工作效率, 增强创造力, 你会变得更加有趣, 这是因为每天都充满新的体验, 这些新体验教会你新知识, 让你遇见新朋友, 从而赋予你全新的生活视角。 第八, 你没有活在当下, 当你的思想还在反复咀嚼过去发生的事情, 或者总是想着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是很难集中精力的, 你会错过当下的美好, 时光稍纵即逝, 你一个谎神, 很可能就错过了, 你根本都没有享受到这一刻。 第九, 你很久没有和爱人温存了, 你都已经记不清上次温存是什么时候了, 难怪会感觉无聊, 而且你会感觉自己已经失去了魅力和光彩, 已经不性感了, 就算只有你一个人, 也要在灯光昏暗的地方换衣服, 我们理解那种感受, 疫情期间,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很遥远, 再也不像从前, 随随便便公园散步, 也会聚到一起, 所以, 如果你还单身, 想要发展一段亲密关系的话, 那就抓紧吧。 但是我们说的是激情四射的小情侣, 不是坐在一起刷电视剧, 剿薯片的那种, 太无趣了, 而且如果你连续七天都穿着同一条旧T恤, 那真的很难让人有激情, 所以关掉电视, 营造一下氛围, 好好打扮一下, 花点时间去重新探索这个从前让你欲罢不能的人吧。 第十, 你太沉迷于电视了, 你担心漫威的下一步发展, 多过关心你现实中的朋友搬家的情况, 确实没有你, 你朋友也一样能顺顺利利搬完家, 但是如果你能伸出援手, 帮点忙的话, 他肯定会很感激的, 所以, 如果你的生活也是这样, 那就关掉屏幕, 去做点什么吧。 第十一, 你缺少优质睡眠, 你也清楚前一天没睡饱的话, 第二天起来会有多难受吧? 浑浑噩噩的每一天, 都会被一种毫无生气, 动力全无的感觉笼罩, 当你充满了这种无力感觉的时候, 是很难做成任何事情的, 你就只想爬到床上, 把被子拉到头顶, 一直睡到天荒地老, 要知道, 我们大多数人的睡眠时间, 都应该增加五分钟, 所以关掉你的电子产品, 别再通宵刷具, 多睡会儿吧, 睡饱了才能活力满满, 无聊白白。 第十二, 你把时间都花在了 关注别人拥有什么上, 你浪费了多少时间, 去寄予你没有的东西, 甚至之后陷入内心的黑暗当中, 只能在那里面, 失去方向的徘徊, 这并不是你的本性, 如果你也想拥有那些酷炫的东西, 那就自己努力去争取吧, 没有人会把东西递到你面前, 所以也不要有那种指望, 动起来去争取你心心念念的东西吧。 第十三, 我们大脑一直在忙碌地运转着, 世界充满了过度刺激, 我们每天醒过来, 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机, 开始刷网页, 然后在准备出门工作的过程中, 可能会听点音乐或podcast, 之后我们就出发去工作, 这时候我们会一边开车, 一边打开广播, 或者如果我们做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话, 就会把耳机塞进耳朵, 这期间还会有琳琅满目的广告牌和闪烁的灯光, 争相吸引我们的注意, 这些刺激是24小时持续不断的, 当一切都停止时, 我们会把这种平静误认为是无聊, 实际上我们需要关注当下, 这样做的话就能获得一种平静, 享受生活的这个时刻, 我们没有必要费尽心力地填满每一处的空白, 而是要像埃克哈特脱离在他的书《当下的力量》当中说的那样, 要深刻意识到你所拥有的只有当下这一刻。 第十四,你不会冒任何险, 太过小心翼翼, 没守成规的行为, 不会给你带来什么精彩有趣的故事, 偶尔你还是需要抓住机会, 更有活力一些, 当然不是让你去玩命, 从飞机上跳出来那种, 害怕是人之常情, 也是对你的一种保护, 你不需要太极端, 我们的意思是, 你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 让别人去计划, 顺其自然, 你可以把你想要实现的成长目标都列出来, 然后把最好和最糟的结果做一个对比, 这么做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真的很少会因为冒险而失去些什么, 跟你的收获相比, 那真的不值一提。 第十五, 你觉得人生不值得, 我们知道, 现如今大环境确实不太好, 各种起起伏伏, 前途未卜, 而无聊是感觉不确定, 焦虑和不值得的结果, 你很难制定出具体的计划, 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 当你甚至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能做实现目标所需的事情时, 很难设定一个现实的目标, 当我们被各种不可抗力裹挟, 难免会生出一种无力感, 那么你觉得自己为什么会感觉无聊呢? 把你的理由和我们分享吧, 我们期待着你的回复, 为了感谢你陪我们到了最后, 我们要给你一个小奖励, 这一点可能很难接受, 但是为了你的健康, 我们还是要说, 如果你感觉无聊, 不开心, 那你可能把抑郁错当做了无聊, 要承认你可能真的抑郁了, 是很困难的事情, 但承认是走出来的第一步, 如果你感觉自己可能真的抑郁了, 那就去找个咨询师聊一聊, 如果他们建议你药物治疗, 那就用药, 你理应过上美好, 充实, 幸福的生活, 如果你感觉自己需要一些帮助, 那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今天的话题可能有一点沉重, 但我们说这些是为了能适时地唤醒你, 我们也知道每个人的情况各有不同, 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处于这样的状态, 那么我们愿意无条件地鼓励你, 支持你,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对筋机遇, 我们下期再见吧!